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四位 张大彪 张大彪在剧情当中同样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战士 并且在他的身上更是有着军人的和尔蒙 确信更是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并且李云荣相当器重他 在一些时候他都能够冷静地去分析一些问题 劝阻李云荣不要做出出格的事 尽管他的劝阻都怎么管用 但可见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 第三位 段鹏 段鹏是因为被鬼子欺负 从而揍了鬼子一顿 之后受到李云荣的邀请 来到了他的部队 在部队当中 一和尚与段鹏起了矛盾 更是在院中进行了拳脚的比试 两人可是打得难舍难分 要不是李云荣及时赶到 不知道两个人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在魏和尚惨死后 也是在李云荣的身边 保护着他的安全 第二位 魏和尚魏大勇 是剧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曾经被赵刚所救 李云荣见到他之后 起了爱财之心 便让和尚留在了独立团当中 因为一身功夫了得 成为了李云荣的警卫员 并且在鬼子大扫荡的时候 救过李云荣的命 而李云荣更是将他 视为自己的亲兄弟 不过最后却被土匪因死 这样的下场 也是让观众们唏嘘不已 第一位 孙德胜 他同样是李云荣挖过来的 性格更是比他这个团长还要强 不过还是有着自己证 确实是非官 因为不想当汉奸 所以就来到了独立团 并且在作战的时候 可谓是是死如归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 为了给团中的其他战友 争取时间 更是以少部分人来迎接日本的 骑兵大队 那一战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在最后单枪匹马 喊出进攻的时候 更是让不少观众们内崩 各位小伙伴们 这个排名是你心目当中的排名吗 如果不是 谁是你心中的第一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